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回忆这东西 若是有气味的话 那就是胀脑的香 甜而稳妥 像记得分明的快乐 甜而畅往 像忘却了的忧愁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张爱玲的作品 更衣记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 看到一篇文章 叫做 没遇到对的人 我一辈子没有结婚 它是用采访手机的方式 记录下来的 在这里 感谢采访者郭子介 以及口述者书贞 如果你想听到 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到现在七十多岁 一个人 哭得也挺好的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我不想进去 更甭说出去的问题了 我应该属于 站在城外头 看着大家的 1966年 文革开始的时候 我21岁 已经在小学里 教了三年的书了 当时 全国都在搞串联 我在学校负责接待 有一个 从广东来的音乐老师 长得高高大大的 属于典型的文艺青年 那会儿 他经常找我聊天 还叫我跟他一块儿 上北京电影场去看看 他也好奇 我也好奇 我们就坐着汽车 出了德胜门往北 城外面 大片大片都是卖地 找了好久 才找见电影场 可能是因为 我天生顿感 对男女朋友 这些事不感冒 加上当时被抄家 我担心家里的事 两人也没什么进展 音乐老师在北京 待了两个星期 就离开了 之后 除了几封书信 就没了联系 后来 同事给我正经介绍过 一个对象 对方 从事军工相关工作 算是很稳定的职业 但我见了第一面 就不喜欢这个人 我们之间 没有共同的话语 我热衷文学 像简爱 人间喜剧这些书 我都喜欢看 但对方 完全不了解 这些东西 因为对方工作特殊 我二哥劝我 别考虑太多 赶紧让他们单位 党组织审核 不合格 也别相互耽误了 最后一审核 果然没过 这一回审核之后 我老觉得 这事奇奇怪怪的 你说 两个人谈恋爱 怎么就横插过来 一杠子呢 即便我和一个 不做军工的普通人 在一块 万一他要查我的履历 往前数我的家庭背景 把我审个六够 我知道了 肯定得跟他吹掉 他是在和我搞对象 不是在跟我的家庭条件 我的出身搞对象 好像我在索求着什么似的 我不索求什么 我自己一个人难过 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在这些年里 我见过太多不幸的婚姻了 真正举案齐眉的恩爱夫妻 在我的身边 几乎一对也没有 我高中 一位交好的同学 是晚清明晨的玄孙女 谈吐教养都落落大方 她从小住在一幢很大的院落里 家里被查抄之后 光藏书一把车一把车的 就拉了一天一宿 为了寻求庇护伞 她二十多岁 嫁给了交化厂一位火车司机 男人疑心很重 从来就不许她和任何其他男人说话 见到就打 她的遭遇对我影响很大 我想婚姻这种事 是绝对不能凑合的 真遇上对的人 才可以托付终身 这十年之后 又过了十年 有一天 一位陌生人突然敲了我家的门 我一下就认出 她是当年的那位音乐老师 这时候 她已经改行 不做老师 趁着来北京办事的空档 特地跑到我的单位 打听到我的家庭住址 就想问问 我过得好不好 我很庆幸 她在得知我没结婚 也没摆什么脸色 没表达什么 我结了婚 你没结婚 我了不起这种意思 那一面之后 我们也再有联络 虽然初恋二字谈不上 但后来的人生当中 我重新想来 她确实有着 难能可贵的真诚 放弃结婚的念头之后 我一门心思 扑在教学工作上 那会儿每周单休 星期一到星期六 都早上七点多到学校 下午五点回到家里 偶尔星期日 给成绩差一点的 学生补补课 得空的时候 我就在家 做做针线活 支支衣服 或者买票去看歌剧 话剧 芭蕾舞剧 像帕瓦罗蒂 小泽真儿这些名家 我都看过 日子一天天的 也不寂寞 我一个人挣钱 一个人花 没有任何生活上的不满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也不走亲戚 以前看人过年 走亲访友 准备好多东西 最后全都扔掉了 怪可惜的 我既不放烟花 也不贴春联 我总琢磨着 把这幅春联贴上去了 什么时候撕下来呢 步入晚年之后 周围结了婚的 反而更累了 当了爷爷奶奶 还得照顾一大家子 带孩子 做饭 操吃家务 我听说 有儿媳 一胎生了三个儿子 老头子坐沙发上抱孩子 抱着抱着 就能累得睡着了 您说 这种婚姻生活 有什么好过的吗 我有一个同学 归纳结婚以后 老夫老妻的三种状态 头一种人 是整天上公园 去伸胳膊伸腿锻炼的 这是怕死的 第二种人 是整天两口子 喂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伴嘴吵架 这是作死的 第三种人 既不出去锻炼 也不抄抄 偏偏在家 磨磨蹭蹭地 看看电视 看看报纸 一晃一天就过去了 这是等死的 现在 估计还得添上一种 为小孩 忙东忙西 累死的 我想 我把自己照顾好了就行了 七十岁的时候 我路过牛街 到公立的民族敬老院 办了登记 当时 前面还有一百多个老人 人家说 空出床位 轮到我了 就给我打电话 现在过了快四年 整个队伍 几乎一点没往前挪 敬老院 每年过世的老人很少 打电话再问的时候 我前面 成了几百个老人 2017年的时候 我被诊断 得了一种自身免疫病 要到各个科室检查 全身有没有病发症 在复科诊室的时候 大夫随口一问 我有没有性生活 我说 从来没有过 我得的这种自身免疫疾病 和性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是传染病 但疾病的名字 唬人 说出来 大家总联想到 什么艾滋病 所以 我干脆 也不愿意和身边的人讲 竟让他们传闲话了 这场病 几乎快让我不能自理 但我还得往下生活 我在生活中 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能够自己克服的困难 一定要亲力亲为 刚确诊之后 有一天晚上 我浑身冒汗 整宿心里发慌 躺着也不是 坐起来也不是 凌晨4点30分的时候 我担心实在不行 就拨了急救电话 拨完之后 我自己看病 要用的金钱和证件 装好了 把门锁好 搬了个板凳 自己就坐在门口 等着救护车过来 救护车 过十分钟就到了 两个护工 把我抬上车 一路都很顺利 最后 也没查出个什么问题 现在 我就像寺庙里的僧人 把门关紧 修身养性 平静地生活 我每天 一个人规律地过日子 把要吃的十二种药 都装在床头的塑料兜里 早上一盒一盒取出来 把药片胶囊 放进碗里之后 再把盒子装进袋子 按时服药 不宠不漏 每天晚上七点三十上床睡觉 凌晨三点多醒过来 就回一回微信 一直躺到六点三十起床 做饭 吃药 开始新的一天 我很喜欢 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 欣赏女主人公简爱的 坚强朴实 独立自主 也欣赏他和罗切斯特的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 不取决于容颜 财富和地位 只是精神上的平等 但这种姻缘 总是很玄妙 伯朗特如果笔锋一转 简爱遇不上罗切斯特 说不定就像我一样 单身一辈子 而老天爷要是运笔的时候 再哆嗦一下 兴许 我也就像简爱那样 怦然心动地 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满身风雨 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该隐瞒的是从清晰 千言万语 只能无辜 爱是天使地理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哪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身回忆 我不是你渴望眼睛 我不是我救赎心情 在千山万世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轻云许我尘埃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满身风雨 我从海上来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该隐瞒的是从清晰 千言万语 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地理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哪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身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在千山万世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哪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身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在千山万世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爱隐瞒的是从清晰 千言万语 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地理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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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使人海相遇 但是这叫什么 我有一句什么 这是内饺 还是天使人海相遇